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厨艺 今天是立春 大家都知道立春要吃春饼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春饼 首先需要300克中筋面粉 3克咸盐 然后放入一个蛋清 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的是70度的温开水 160毫升 我们慢慢把它加入 要把它活成一个相对比较软的面团 用这种温开水的目的就是 这个面皮凉热吃的都不硬 OK,面就活好了 然后五分钟以后再活一次 使它更光滑 之后盖上盖子静置一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春饼要加着菜吃 芹菜,青椒,红椒,胡萝卜,韭菜,三个鸡蛋 然后把它切成丝 这籽子 这籽我已经拿出去了 应该这样切更好切 都放在一起没有关系 我们一会儿要把它简单的焯水 好,菜切好了 鸡蛋打散 一会儿我们把它摊上鸡蛋皮 韭菜切段 还有准备的小蘑菇 也把它洗一下 用一点榨菜 然后一点小蘑菇 把它洗干净 好,准备工作做完了 一会儿鸡蛋我们要把它拌成鸡蛋饼 然后切丝和这些个菜配在一起 这些菜要焯一下 这两个菜,韭菜和蘑菇 要简单炒一下 然后榨菜我们放的不多 因为它很咸 只是翘一个味儿 好,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好,开火 中火偏上 然后放点油 油稍微热点可以把鸡蛋倒进去 转动一下 把它转匀 等它鸡板定型了 我们翻个面 OK 翻了面马上关火 靠着鱼热把这边煎一下就可以了 好,装盘 晾凉 备用 好,我们锅里 少倒了一点油 现在把这个蘑菇放进去 很快的煸炒一下 这个大菜也放进去 放一点点蚝油 不放盐 不放任何东西的 因为大菜已经很咸了 好,现在蘑菇炒软了 我们把韭菜 迅速放进去 关火现在 稍微翻炒两下就行了 韭菜稍微有点转身就可以了 OK 现在出锅 好,这个锅接着放上水 水烧开 我们把菜焯一下 好,现在我们做我们的馅料 鸡蛋把它拿出来 切成三条 然后切成条 和我们的菜一样 都是成条状 好,刚才的菜 焯了一下水 把鸡蛋放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春米的馅料就做好了 不需要很多 我们把这个菜也倒进来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起来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料就够了 如果您觉得还不够的话 您自己可以再调一点 比方我们再加一点胡椒粉 如果您喜欢辣的 就加一点辣汁 蒜汁都可以 再加一点香油 就可以了 您看 是不是五颜六色的 非常漂亮 好,您可以自己尝尝咸蛋 给你自己口味再增减 OK 这个就做好了 其实这是给素食的朋友 您看,是非常好 然后爱吃肉的朋友 浓郁鲜香的酱肘子 给我们爱吃肉的朋友 营养丰富色泽鲜艳的素菜 给我们的素食朋友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上桌了 好,我们的面也醒之好 我放一点薄面 稍微揉一下 让它分成两半 像做饺子皮一样 把它揉成一个长剂子 我们切剂子也是大小 基本上跟饺子皮一样 好,稍微大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摁扁就可以了 不用再揉了 擀成饺子皮的形状 用一个碗装点植物油 盘子也刷上油 然后放进一个面剂 放一个面剂就刷一层油 均匀地刷上 尤其是边上 不要忽略 然后少放一点点面粉 这个面粉也就是起酥的作用 然后防粘 落上一个面皮 再刷上一层油 好 再放上一层面粉 以此类推 好,现在五个一摞 我们用手把它 把边上先把它整理一下 也就是说它的大小 尽量让它一致 翻过来整理一下 放在案板上 我们把它首先按一下 即便不太一致 也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边缘不好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它切一下 好,我们用手把它整理 整理的边缘差不多一致 然后按一按 两边都按一下 然后我们从中间把它往边上擀开 其实它很柔软的 也很容易制作 再翻个面 这样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里头已经有两张 两摞擀好了了 没五 五张是一摞 我们再把它刷上油 好,以此类推 我们把它做完 好,现在做好了 龙体也烧开了 现在上火蒸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饼就蒸好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揭开 一张一张揭开 饼要趁热揭开 它才容易 您看 薄薄的 鲜明透亮的 而且相当的 有凳筒 好,先我们把它揭开了 这个饼不但是吃春卷 我们卷别的东西都可以 甚至烤鸭 烤鸭饼也是同样这样做 当然你也可以烙 但是这样你一锅下来 能出二三十张来 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的好 好,朋友们 您现在是不是很有食欲 我都把它揭开了 您看 张张都很薄 而且没有一张破的 好,现在我们可以上桌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明天 明天是明天 明天是明天 明天会有什么美丽 我们今天会吃到明天 明天会有什么美丽 有很多牛肉 有什么美丽 有什么美丽 然后你可以按吕 聪明天 明天是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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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今年 风調雨瞬 无故风流 也希望今年的疫情 我能站在一起 朋友们都安康吉祥 好 先生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吃 这就很美丽的小盆子 用的肉片和肉片 当然 也有很美味的牛肉 很美的牛肉 可以多吃回味 有很多肉食物 可以多吃回味 全部都吃起来 全部都放在一起 全部都放在一起 然后,如果您这么做, 你把它放在一起 就这样 然后您可以吃 很棒 非常好 这种类似乎的类似乎 就像一个袋子 它味道很酷 非常濃郁,非常濃郁,非常濃郁,非常濃郁 而且,如您所说,蜂蜜,非常濃郁 好,我希望朋友们,好餐厅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希望大家健康之下 下次再见 拜拜